小心 再小心 再五天就封关 封关了 2月1号 就是品种资金收散了 我30年的经验 小型股没有基本面的 胡乱涨的 会在明天后天两天 开始出现强力的沙盘 你有就赶快跑 你没有就不要追 不要等下等下那个品种资金 那个大户啊 出货把货倒给你 那就傻了 但是有什么股票 可以报股过年 可以找这个这几天机会来介入的话 来 看我的会员美会影音 留意我的台股新攻略 小型股 小心明天后天两天的沙盘 大家小心一点 台股新攻略 这个我是 亨达投顾 屈里奈老师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 那今天我们标题是小型股 明后两天的沙盘 要小心 小心 最主要就是要跟投资朋友讲说 你现在可以报股 你现在可以报股过年 多头格局的 整个差别在哪里 在哪里 今年以来 它是有阶段的 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讲 阶段性的变化 接下来会不会阶段性的 也阶段性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 好 那感谢投资朋友 你给我按赞跟分享 感谢 按赞分享 那如果你有 这个有问题就赖我 不用担心 好戏在后头 好戏在后头 好 那 这个 不用去追那些 你根本不可能买得到的股票 也不要听别的老师乱讲 这里就是结构上重要关键点 科技股如果是主流的话 如果 如果 如果是 是 是所谓美超为带动的AI三雄 那我们当然一定要追 拉回就是买点 因为他们也还没动多少啊 对不对 这是观念问题 好 那欢迎田表 来加入我们的会议 因为我刚刚录好 我刚刚录好 那 当然 中国股市 鸿海危机 等等这些 才是未来的重点啊 那未来两到三天是五巨头 要公布财报 你等一下看我们怎么讲 看我们怎么讲 好 加入我们的会员 免费的会员引因 然后田表 田清楚一点 田清楚一点 那投资朋友也可以利用 这几天来加入我们的 这个 过完年就有好钱 有大钱赚了 想就知道嘛 这个 Ai三勇如果真的是多头啊 不会只讲这样 这还有五成一倍的空间 问题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多头 是不是真的多头嘛 那这两天就决定性的就来了 那 那 道琼很有趣哦 他 我们 我们 接下来在 技术现行的讨论上 讲到位阶 那 未来一个月当中 在讲技术面前 要做综合整理 把初阶段的东西做综合整理 就也就会提到位阶 道琼的 蓝筹股的位阶最高 大家想想 其实 微软是虽然是创破断 历史新高 可是他 涨幅很小 他大部分都是 都是那个什么 软体啦 Ai软体股啦 云端软体股啦 一些等等的 生技股啦 带领他就不断的创新高的 其实以道琼来看的话 他内容啊 他不 内容不 就不是以科技股为主的 他的位阶 什么 我们谈位阶啊 位阶有两个就是 这个形态的位阶 他一直在创新高 他还是就是位阶最高啦 可是他跟涨幅 不是说他涨幅很大 这么大的市场涨幅怎么可能很大呢 他慢慢的涨 可是他位阶就是最高 位阶最高 运输累股来了 注意有这个来了 你不用急 不用急 我慢慢跟大家讲一些重点 好 那那斯达克呢 五巨头的财报 好 我们就用这张图表来跟大家讲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月份在这边 刚开始 就是涨这一段 之后拉回 大家都认为挂了 我那时候觉得我也很悲观 大家都认为挂了 没想到台积电的财报 把整个救起来 那证明一件事 AI没有问题 其实我认为AI可能会泡沫啦 但应该不会是现在 至少今年应该问题不大 AI没有问题 但AI没有问题的是在晶片 其他是有一些问题的 很简单嘛 特斯拉为什么大跌 特斯拉为什么大跌 英特尔为什么大跌 德州仪器为什么大跌 并不是大跟去年在去年的 这个涨势不一样 这大家一起涨要没有啊 已经分歧了 所以美国科技股已经分歧了 像五巨头 本来是七巨头 里面的特斯拉已经公布了 大跌你知道 另外一个叫辉达 辉达要2月21号 接近一个月左右才会公布财报 最主要就是今天晚上 明天这时候的AMD超围 如果AMD超围不怎么样 那你怎么联发哥的财报 也不会好到哪里了 就是利多出境了 好 那就所以来到这里有疑虑的 好 AVD决策 就是2月1号 我们的2月1号早上 其实他们的11月31号 五巨头的财报 好 他还是历史新高 所以到现在为止 创历史新高两个而已 你注意听 就是道琼跟标普而已 那斯达克也没有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那备伴呢 也没有历史新高 这两天拉回 所以过去这两三天 已经开始慢慢分出端倪了 是谁创历史新高 是道琼跟标普 在以往以往以往 只要只有涨到道琼跟标普的话 就不是电子股 那我们今天很热闹啊 因为美超为盘后涨10% 好 那这比较5巨头跟创新高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其实罗素2000 开始又要开始另一个阶段了 他三大板块生技银行工业 华尔街啊 最近在讲 我们慢慢看 阿密埃生技指数 这段是涨25% 比科技股更凶 他昨天又长红棒 这一段 就是让宝瑞突破700多块的 就让美食突破300块的 现在他又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涨到他们 台积电今天没什么跌压 长红就没什么涨 AI三雄今天大涨 今天找盘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看那个 那个AI上去拉回 然后美食 把这上去 结果 AI三雄继续涨 美食就拉回了 台湾就是这么奇怪的市场 你一定要让大家对科技股死心了 生技股就来了 那你干嘛做什么生技股 可是这个明明在涨啊 这个明明涨幅胜过纳斯达克啊 这个涨幅明明胜过纳斯达克 怎么会没有机会呢 除非过完年的话 AI又狂飙 我们再来 回来做就好了 没有差这两三天啊 你这几天 这个没做干什么 没做到就好了 这个每年指数在这边 好 那 这个奇金不弱 那为什么 红海问题还没解决 黄金开始涨上来 原油也不弱 原油也不弱 所以连准会不会降息啦 说明这一次啊 他的连准会这一次如果论调改成说 可能会升息 降息慢慢来 大家都说这会降息啊 那这一次不会降息啦 但是三月也不会降息 就讲到五月份的事了 现在是一月底 但是如果他的说法是 那题目 题目什么 那个什么 罗斯上 那个连准会新的通讯的 新的传身头 他说 说不定他会修改 不以降息为主 反正留意要不要升息 的说法 那整个整个市场上会变哦 刷起来哦 短线回档哦 要注意哦 注意哦 然后如果七巨的财报 那个台积电好 挥达好 因为他们是最上游 你要做做这个 你要跟他买晶片 所以他没有问题 这块没问题 但是消费端呢 我能不能把AI 转换为赚钱的 这是个大问题 我想要发展AI 按照马斯克的意思说 马斯克等一下我再讲 他很有趣 每年我要几十亿 数十亿的美元 来增加设备 投资没有数十亿美元 很多耶 用刷数十亿美元来 来扩充 数十亿耶 台积电每一年资本 就是300多亿而已 还避雷 原油 不弱 不弱 这个也不弱 这很奇怪 红海危机也还没解除 还没有解除 你看有解除吗 所以日本三大航空 持续创历史新高 咱们就没有 还没解除 好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是30号 就是今天的 我们把这些 这些 这些 基本的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巨头高估值 迎来大考验 或将决定标普500指数的短期命运 什么叫大考验 未来二到三天的财报 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 美国科技股高估 高本益比 你要很好的财报 像今天美超围 的财报就很好 他成长是一倍的 那你为什么我们AI 还好鸟鸟的而已 等一下解释给你听 美国科技股巨头 迎来大考验 或将决定标普半指数的短期命运 因为就这五档股票 带领了今年到现在 一路大涨的标普 创历史新高啊 如果遇到这个拉回呢 也不是不可能啊 Intel不是说他 他基本面很好 未来看好 可是财报公布就不怎么样 不就是大跌了吗 没有一定的啊 好 来来来来 就这句话 标普 这个文字比较小 标普500指数创新高 买七巨头之外的股票的机会来了 你再把刚才看这个 大家开始担心了 买七巨头的股票 以外的股票来了 大家开始担心了 但是买七巨头之外的股票的机会来了 所以昨天大涨什么 罗素2000 大涨NBI生计指数 你看这个距离高点 如果我上次话图给你看啊 这拉回N型再攻一波 那这个叫初身段 接下来就是进入主身段了 那我们就抱着一个念头 昨天美股 你看就知道不怎么样嘛 就普普而已嘛 那 如果美股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变成中长多 那台股的生计股值不值得薄一薄 现在的薄 跟之前薄的薄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架构来做对照 拼拼看 这是很值得 跟他拼拼看的 首尔庭春典的 跟他拼拼看 而且如果他进入长多呢 他长多意味着 美国科技股是要拉回整理的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东西会拉回 但是又代表说 别的股票有机会上来 七巨头之外的股票机会来了 好 这次都是最新 因为这样才 昨天这个 然后呢 好 到底AI会不会泡沫 我去年在讲的时候 因为AI不是去年才有的 是早几年前就有了 那时候就是以灰达做中心了 那 我当时我去年 我说AI不会泡沫 AI只要提到两点 就可能会接近泡沫 第一个 他变成军事用途 美国国防部自己说的 深层AI军事化 所以今天美国 中国大陆科技股就中错了 你美国 现在美国不受控 他不管这些 他就是要一直用AI 欧洲啊 已经很小心了 昨天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意大利更是禁止 Open AI了 因为他侵权 今年有还有六十几个 民主国家要选举 现在已经大量的 应用AI在造谣了 然后你 我说过 我以前就跟你讲过 只要AI 真的开始变成军事化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一直禁止 挥打的东西转到中国去 卖到中国去 就是怕生成是AI的军事化 只要军事化 AI就进入快要泡沫了 开始已经有人在提到这个事了 美国国王部自己讲的 深层AI军事化 AI军事化 AI是用来做杀人的武器 这样对 好 第二个美国AI可能泡沫 我说过两个 我之前去年就讲过了 只要第一个军事化的AI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裁员 这是最新的 一月份已经裁员 两万多人了 科技 而且他们喜欢裁员 裁员的原因 对微软来讲 对不对 我现在投入那么多的AI的成本进去 我不见得还可以商业化赚到钱啊 所以我要降低成本 裁员 可是另一个角度 我就跟大家讲了 是AI就取代人了嘛 那大家都裁员 变成一种风潮啊 美国系股 什么都裁员了 航空公司也裁员 这个裁员 那个裁员都在裁员 裁员会造成什么东西 美国失业率会上升 好不容易维持经济的荣景 因为失业率上升 通膨 有没有 我刚刚看到油价也要再涨了 好 裁员哦 所以我说会不会泡沫 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AI军事化 第二个裁员 我们去年刚开始在讨论说 有多少人因为AI没有工作 然后呢 微软出来驳斥 回答出来驳斥 AI只能让大家更多的投入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裁员了 再来看 大裁员就来了 美国科技股看起来在瘦身 然后呢全英AI太夯 就已经威胁到城内了 一个军事化 一个是裁员 请问会不会泡沫 我当初我很怕这两个东西 但你说短时间还不会啦 但是好东西也不是没有的 有没有 7月财安潮 这是1月29号嘛 昨天嘛 只会更恐怖 都老板悲观图一个真相 那内容在这边 因为经济衰退 很多人都惨了 好 至少有一个东西是正向的 至少有一个东西是正向的 丹麦现在 在过去这一年来 应该是全世界医药 医药厂商最发达的地区 他们股价都飙翻天 因为他们有一档 诺河诺德 诺河诺德 他们国家的制药大厂 变成欧洲第一权重 丹麦一些小型的医药厂 有没有 做一点减肥药的 那个股价翻倍再翻倍 好丹麦公司 好 诺河诺德的雄心乱脏 他不只要做减肥药 他要让全世界的生意整个活起来 所以丹麦公有这样的公司宣布开发 癌症疫苗 你看到没有 癌症疫苗 他用AI技术 给制药业带来什么样的巨变 他用AI技术 来公开宣布开发癌症疫苗 这样听到没有 这至少是AI正向的 突然你想一下 我刚才所讲的 军事化 是杀人的 裁员 都在最近 这是AI带来的后果 那AI有没有正向的 有 癌症疫苗都可以 你注癌症疫苗可以预防癌症 因为AI的技术 终于看到正向了 马斯克 今天所有的华尔街 从套炸到 就在刚才 整个华尔街都要讨论 他弄了一个 这家公司 这家旗下的公司 有没有 完成所谓人脑晶片 放在人脑的 以前都看 现在看电影 之前看电影都会 那个不可能任务 还把打 放那个 那个像类似像晶片的 那个炸弹在里面 不可能任务 missing impossible 现在 现在真的 只入晶片 而且 这个动作 不是科技 不只是科技 他要谁核准 FDA核准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核准 今天突然间核准 所以马斯克在拍手 马斯克股价 昨天大涨4% 马斯克克在讲说 而我也不记得是电动车 我们也是AI啊 我们每一年要买 灰达跟AMD超围的 数十亿的这个晶片啊 马斯克也是很聪明的 因为知道电动车有瓶颈的 这是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的 所以他是医学的 他是医学的 融合AI 有没有 那大家至少有正面的 不怕AI泡沫 好 那我看 今天这个 这个一出来之后 今天中国大陆很快 那股价跌半天了 今天突然间涨停 那直接跳空涨停 他叫创新医疗 中国大陆的代表是002173 创新医疗 创新医疗 我过去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跟大家讲 AI对人类的动点 今年未来都是跟生技有关 当你制造开始 我去年就讲过 当你出现AI制造杀人武器 AI让大家事业 那是负面的 如果那个一直形成下来 AI就是泡沫 AI唯一没有泡 不会泡沫的 就是希望这样子 在医疗 在医疗 癌症疫苗 在医疗 出现长大的进步 AI就不会泡沫 你看 长期下 因为他就是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专门在研发这种的 结果这个马斯克 这个开始 他连都不翻天 直接跳空涨停 像这种 我说实在 连拉个5到10根涨停 像这样子 我们看 我们看 一只两只三个 所以 AI 智能医疗 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他之前就一个题材 五六根涨停 五六根涨停 就一倍多了 因为他们是20% 他们新创公司是 涨停板是20% 没错 昨天已经创历史 这边就创历史新高了 涨了二十几% 盘后公布财报 这几乎天涨上历史新高 最后涨4% 今天盘后涨10% 可是今天正规盘呢 我打一个问号 因为它已经涨上来了 那它是标准的AI伺服器 好 传统的伺服器就是它 叫慧云 它是传统的伺服器 它股价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AI呢 我们的AI 进步的AI伺服器有广达 稍微多一点点 美超园的营收是增一倍 我们今年这个AI三雄 顶多10% 20%而已 因为他们还有传统的伺服器 就跟慧云一样 慧云就是HP 那个叫慧普电脑 你知道慧云电脑的子公司 它专门替慧云专心做电脑 它子公司专心做伺服器 做的是传统伺服器 我们国内的这些AI三种 传统伺服器都还占五成以上 你跟美超园就不能比 美超园就全部做AI伺服器了 而且它有大客户了 它的供应全部 几乎全部供应给辉达了 产能蛮宅的 这样有意思吧 所以来看我们的 那伪创还是这样 如果按照那个 那个美超园的话 他应该过这个点 而且要过很多 已经来到这里了 再上头才对 这样对吧 合理吗 古年就是去年这一段 就是因为美超园的关系 这样美超园都越过这里 为什么还在这里 因为他传统的伺服器还占了超过一半 啊那个没生意嘛 那个毛利低嘛 好特斯拉股价铁成这样 结果呢 他搞了昨天的新闻 搞了一个脑中直入人的晶片 直入晶片 股价昨天涨4点了 特斯拉脑筋动成很快 他知道说他的电动车瓶颈啊 那个丰田啊 去年销售业绩啊 创新高 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卖的汽车 只有里面只有一%是电动车 其实电动车都被中国抢去了啦 比亚迪啊 比亚迪股价很烂 也不好 所以电动车有瓶颈了 所以呢 他赶快说 我们也是AI啊 然后赶快 这因为他投资这个好几年了 终于FDA核准 直入晶片 但这是AI智能医疗 苹果 好 苹果 这2月1号公布财报 他被降频这一段 是因为手搭 你销售不佳 他多少 你有没有苹果 苹果股票啊 多少机构法人啊 他早上来呢 因为有人就调高 有人降频 因为他手机 巴克来降频 他也有人升频 我的股票在里面 你降频 快来升频 升频原因是什么 哦 我要抢控AI 我要抢控AI 根本就这样 早上来 我要抢控AI 但是 但是 终具要见真章的 对 终具要见真章的 财报公布的时候 苹果拿了多少出来弄AI 你弄AI没那么快 去年大家都在投资AI 都不见得可以赚到钱 你要商业化 有一个难关 但是晶片是稳赚的 因为你一定要跟他买晶片 这样懂的意思吧 好 2月1号 财报 好 这我们昨天讲的 突破 照理说 站上所有短路 经线 居前往 突破下降 鬼大山 三角形 收敛 有没有 去年营收 创历史 新高 今天呢 哎 居然小跌 居然小跌 两三毛 可是他 就算小跌好不好 他已经站上 另一个阶段了 现在在等量 好 传出来美国要制裁 中国云端 软体 中国制裁云端 所以这个跟军事 政治都有关系 今年最大便是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可是台糖会不会 迎来转单 我虽然打英文号 但是我非常乐观 人家做的都是 什么 微软时刻的生意 人家做的 国内的 他做的国内 已经吃饱饱了 国外他做的 是微软时刻的生意 跟中国大流 没关系 那如果 中国制裁这些 那这些大厂 要不要回来 用他的 或者采购更多 这个消息 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注意到 这个消息 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 他又不做中国的生意 那中国就没有生意 他做的是国内的生意 还有这两家 国际大厂的生意 那国际大厂如果美国制裁中国 就好像 云端啊 云端可以偷很多东西的 所以资案很重要 就好像回答 你很多晶片 中国美国不给你过去嘛 那一样啊 云端当中美国云端也不可以 软件也不会跟你过去 因为有资案的问题 所以会不会回来转单 还没有人跟你讲这个 台积电 这个我讲了好几天了 每年一月份就建高点 那今天台积电是这样子 法术会在这边 又建高点也很有可能 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为什么 因为他一月份就把全年公布的财报就都讲完了 因为他那种 哇 很棒 很好 股价炸 那接下来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要验证你今年第一季讲的话 只有去年是意外 过去这几年都是一月份建高点 一月份法术 那只有去年以后 因为在这个地方AI横空出世 又给这个晶片一个强生针 那今年呢就不一样啊 大家都知道晶片了嘛 AI晶片了嘛 所以你一月份公布的第一季法术会 你接下来第二季第三季 就是根据你第一季讲的 你是对不对 有没有按照这个走 好的话还可以加点分 不好的话就 所以第一季通常就建高 因为你讲的很好嘛 连八课讲的很好 对不对 还没公布那个 可是你看高通 高通 高通股价连三黑了 再来看呢 博通 股价连两颗也不再创新高了 都没创新高了 那联发科呢 当然好啊 因为博通也好啊 高通也好啊 那股价有什么连几黑 就是半导体有点小疑虑了嘛 所以联发科呢 今天涨上还是卖不是卖 他的法座会利多出境 常常 今天台阶没什么动 他还没什么动 这个我昨天讲过了 好 那 从日本商大航商 赚新高 其实我对海运股 真的很有信心 没事啊 你们注意看他本来是开高的 就是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 你看今天早盘 他开高 然后现在下来 他一下来 都美食上去 保瑞也上去 结果他又过 又就上去了 所以呢 美食就拉回了 这个 这个结构 震荡一下 但是呢 你要很有信心 全世界都在大涨生气股 威胜 AMD超围 再怎么烂 他就走出利空 席价代涨 COWAS概念股 轮到原物料 他怎么没有机会 就在最后阶段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好 所以某年终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至少先来填表 加入我们会议 这很简单 所以这就跟大家讲的 投资朋友 欢迎你加入我们 不然就来填表 你现在买的股票 是过完年 就会大涨的 我不会可以随便乱讲 我也不会叫你 追高那些小型股 有基本面 有题材 中型股 让你稳扎稳打 这时候过年之前 好布局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 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审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